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杨本安 这是一个特殊状况 我的平板照相不太灵光 这就用FB的直播来呈现 现在检察院 这是我写的塑状 对于中央选举委员会 极其无比违法 同时在他的官网里面 把一个正确的资料打个fake 这个是义和团式的做法 打个刀枪无辱就OK了 但这个烂党这样做 没什么奇怪的 接下来这个可能要看一下 我到时候再把它放小一点 这些续说相关内容 中央选举委员会将民众收集2020 总统选举全省各投开票所 集体舞弊作票 现行记录内容 并由国际媒体公布之 各行资料于本4月7日 与其官网加注fake 意图掩盖真相 混淆视听 意图卸除罪责 二 一 违反选举人员立场 中立规定 二 大量改用非透明指向 并设有隔板及可支灌票之夹成 三 指向底部 动开显然为投票而设计 四 选举人员突然取出大量 未有任何折叠之选票 远超过投票口尺寸 三 辅助 经协调 拍摄民众 考虑接受以证人身份 接受传讯 三 小一 由中央选举委员会 出具其招募任用条件 相关规定 授训课程及授课内容及签到记录 所有本次新信用人员名册 一共查核 二 舍弃多年使用透明指向 其参谋意见及相关公文程序 是否有报程上级机关 核准及事前 按规定公告周知 三 相关指向制作的承包厂商 是否按照正常规定及流程 请驳台 一并 成何 小事 中选会指向 尾字之公文及指向规格 三 四 一并 四 四 領捕 這是今天對中央選舉委員會所說的 這個凡是走過必留下痕跡 如果他們都是對的 根本不用害怕 所以莫叔跟大家開玩笑 全世界政府都不怕假資料 他們只怕真資料 所以這個中央選舉委員會 好像也沒招了 就好像義和團一樣 貼一個刀槍不入 給人家真資料打個fake 又要混淆視聽 讓我們一起把真相抓出來 一起加油 謝謝